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提出来就是赖星人的就职演说就叫做台独自白书 他的上任从一开始的发言就是彻头彻尾的台独自白书 挑衅一个中国的原则 也就是中国大陆也透过了国台办有一个非常正式的这样的一个发言 那再来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有提到 他是说呢美国你不断在关切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演 那北京是直接这样定调 就说你现在美国支持的话就等于是支持台独 去破坏台海的和平 现在当前台海和平最大的破坏就是台独分裂行径 已经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纵容支持 所以等于也是北京直接给予美国一个警告了 那再来现在中美的海洋磋商 台海议题也会这个预料到说会再次的交锋 中方有提到说不要拉帮结派 以海制华应该要停止支持纵容台独的势力 那美方的讲法是说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并且对于解放军在台海以及台湾周边 尽情的联合军事演习表示高度的关切 华尔街日报他有讲到 他说现在其实中国大陆还有个动作 就是在这个海南岛的海军基地 正在备战台海的冲突 北京当局正在挑战美国的制海权 在为潜在的台海冲突预作准备 那其实也蛮奇怪的 为什么美国的制海权是在我们的周遭 就离那么远你的制海权在这边 其实讲的也是蛮奇怪的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观点 那再来美国好像就是现在 继续要插手台海的事情 我们昨天看到这个有麦考尔来到台湾 那今天又有这一个达克沃斯率团访台 他说要展现对于赖清德以及台湾的承诺 他说台湾正面临到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益加剧以及增加的威胁 那如果美国想要保有全球领导的地位 就必须要支持朋友 例如说是台湾 那这是他的个人的一个讲法 那美国的一个前国防官员提到了 他说白宫应该要对于台湾的战略有清晰 要更加的清晰才能够有助于强化威慑指战 那他说美国是否直接介入保台的战略 模糊政策 未能够阻止这个中国大陆的建军 所以最佳的指战方案就是要先发制人 他说拜登你必须要更明确的表态 让美国来保卫台湾 那是包式可的一个讲法 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这是美国这个前白宫官员 他就讲说 他认为赖清德太过激怒北京了 他说美国最好不要太爱台湾 这可能也是美国另一方面的声音 不是都只有说站在台湾这一边 他说太爱台湾是危险的 因为这会让台湾以为可以采取更过分的行动 一旦擦枪走火 美国也会被卷入其中 所以美国也有一些前官员是觉得说 最好是不要表现得太过爱台湾 那另外再来美国的代理人 菲律宾现在他们也有一些官员 在催美国赶快打钱了呀 他说这个我们菲律宾处在前线 那你应该要加大投资 那根据金融时报的讲法 他说菲律宾的贸易跟工业部长 这些官员开始在敦促美国 以及他的盟友来加大这些贸易和投资 那他们讲说我们保持这个经济安全 就有能力来加强国防 所以你美国不能不赶快把钱给打过来 那我们怎么去替你在那边卖命呢 那菲律宾需要奶油 不只是枪支 这个是美国的媒体讲到说 为了要对抗中国大陆 其实华盛顿必须要解决 盟友这些经济的问题 那小马可是最近呢 因为跟着美国走嘛 所以呢他其实跟这个比较清华的 这个杜特地 那一派那边的人马 是感觉好像越来越难以相处了 所以他现在开除了十几名的远警 这些都是出自于杜特地大本营的 这个打卧室 所以针对性相当的明显 那菲律宾人到底是怎么样想法呢 根据一个最新的民调显示 就说如果这个两岸 这个台海发生了军事的冲突 其实有84.6%将近85的人认为 我们马尼拉应该是保持中立 不干我们的事情 那不要台湾有事菲律宾有事 就是他们清醒的很 那他们说只有10%的菲律宾的受访者 认为应该要支持台湾 这恐怕才是真正的国际现实 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 这个永平姐 永平姐怎么看呢 这个现在两岸更加的针对 那特别是赖清德的两国论之后 是 首先我觉得现在 北京方面的策略就是说 不断的喊话 一个是要给世界听 因为世界不能够对于 北京的红线毫无认识 否则的话很容易就踩到红线 所以他一方面把赖清德的台独的形象 跟台独的角色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也是回应赖清德讲得很明白的两国论 但是他另外一方面 他不管演习或者他的发言 又很清楚地表明 这些事情是针对赖清德跟台独人士来的 换句话说背后事实上在前一次的发言 这个国台办的发言人就有提到 就说对于台湾的民意 他们也有注意到 因为他们也知道赖清德是少数人选出来的 那不能够代表台湾60%的和平派的民意 因为大家现在也没有隔几个月 我不相信我们台湾民众这么健忘 我们在1月13号投票之前 所有人都知道这次的选举 就是和平与战争的选举 对不对 国民党不是打出来了吗 就说你们去选民进党 你们让赖清德当选 台湾就会面临危险跟战争 我们大家准备好了吗 你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你真的准备抛弃了吗 你的孩子真的准备上前线去送死吗 当时不是大家有一个 记得很有很著名的一个高中生 哭着在那边大声的现场节目 讲说我不要为台独而战 我不要为台独去死 我还年轻 他没有投票权 他说可是我不要为台独去死 这个事情大家还印象很深刻 那说真的 我们当时说这个选举是和平 还是战争的选举 我们有讲错吗 没有讲错 现在赖清德上任才多久 一周 我们一周多几天 今天礼拜几 礼拜三 一周多两天 那就已经搞得 兵凶战围到这么紧张的程度了 这几天我们大家都在讨论 而且赖清德自己 他的行程 他也是都是跑去看军队 对不对 所以你就搞得就是这么紧张了 你在这么紧张的时刻 那美国人呢 现在就开始辩论了 美国有两派意见 今天我们这边呈现的非常的清楚 有的就认为说 对于台湾的问题 美国要表现的一样明明白白 就告诉台湾人民说 一旦有事 我们绝对会全力去援救 可是这是不是美国的多数意见呢 大家光看乌克兰 现在已经被打得惨到那个程度 美国都不肯出一个兵 不肯派一个兵 乌克兰还是美国的盟友 台湾甚至连盟友都不是 好 所以美国人当然有另外的 一样都是做国安的 一样都是美国的前官员 马上又反驳说 太爱台湾是危险的 因为美国不能够再去卷入这个问题 而且他言下之意他在讲什么 他说你们要小心赖清德 纳坦雅胡给我们的 美国的麻烦不够多吗 整个把美国绑住了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 大概80%的国家跟人口 通通都出来反美国 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觉得巴勒斯坦很可怜 被以色列这样子的种族灭绝 妇女儿童被他们这样子的 无差别的弄死 可是美国人力挺纳坦雅胡 他的言下之音就说 赖清德也是一个暴冲的人 你太爱他 你太挺他 他会得到错误讯息 他会让美国卷入完全没有必要 而且完全可以避免的战争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 不管是美国或者赖清德 都是关键的时刻 那一样我们对于北京当局 也要呼吁台湾明明白白 60%的民意 不支持赖清德 今天我们只是困于我们的选制 使得少数也可以变成今天 台湾的领导人 那这个问题 北京如果认识到 也希望能够有战略的定力 不要随便掉入美国跟台独派的陷阱 好 来请教舰长 美国是不是真的爱台湾 我不知道 但是我很确定一件事情 美国真正想要的 也就是把我们台湾人送上战场 然后消耗中国大陆 然后变得像乌克兰一样 然后也避免了 休息底的陷阱 也就是美国这个超级强权 被中国给取代 但是美国自己有这样的实力吗 其实并没有 他有这样的意愿吗 他也没有 为什么我们这么说 因为我们来看 这个也就是大家在谈论 当我们在演习的时候 美国航空母舰在哪里 美国的航空母舰 例如说我们这边看到的雷根号 雷根号现在向东一直走 因为他要返回美国进行 禁屋级厂级维修 那我们来看另外一艘 罗斯福号在哪里 罗斯福号在新加坡 他有立刻赶着出港 然后回到台湾附近周边海域吗 其实也没有 那他其实靠泊在新加坡 而且他什么时候才离开24号 24号是什么时间 24号就是演习完毕的时间 那当然有另外一种说法 说其实如果台湾海峡被封锁 那会怎么样怎么样 对于东北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来看这一次的军演 那他虽然画了这么多个演习区 我们看看演习区里面 23号下午晚上的7点54分 演习区里面没有船 可是旁边都是船 意思是什么 你只要演习区画出来 大家都必走那一块 然后也不是整个台湾海峡都不能走 那我们来看24号早上9点50分 同样也是类似这个状况 那你说小舰长你拿出这张来做什么 我跟大家明明白白讲 95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在西域雄二飞弹中队 我看到的状况就类似这个样子 因为那个时候我当然不可能拍照 那也没有也不可能拿出相关的资料 来给大家看 所以那个就是这个状况 那个时候台湾海峡中线以东 其实基本上没有船 大家都走哪里 大家都走太平洋一侧上去 所以不会影响 只是最多增加冰险的费用 那刚刚谈到说 中国大陆不断的 它在巩固海南岛 它不只巩固海南岛 我们现在在看到的 是江南造船厂 做出来的最大一个船物 现在里面在造什么 076不止076 里面还有两艘052D 还有两艘054B的船在里面 意思是什么 它不但扩张它的船屋 它扩张完之后立刻造舰 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一题来 我们来看海南岛 海南岛的状况 我们看到这一区 这一个就是三亚的海军基地 那海军基地我们看到这里 现在Google它的序格更正很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又做了一个船屋 这个船屋它可以容纳一艘航空母舰 然后旁边还有一艘小的055的万顿驱逐舰 都可以放得进去 只有这样吗 并不是 那其实它这一个码头也全部都在扩建 也就是它坐这么多船 它不断的在扩建 那我们要证明这是三亚 怎么证明 这里停着航空母舰三东号 那你说只有水面舰如此吗 也不是只有水面舰如此 潜舰也是如此 怎么说 我们来看 这是亚龙湾基地 也就是在三亚的过去一点点 亚龙湾基地我们现在看到 它又多了这么多的码头 那这亚龙湾基地是专门停 解放军的核动力潜艇 意思也就是 它不但是码头增建了 它连造船厂的厂房 以及码头都增建 所以解放军不断的在扩增 其实解放军才是真正的南水海军 解放军才真正的拥有东亚的海权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美军 现在急着做提康 他为什么不急着造船 因为造不出来 好 来问一下严老师 我们看到就是美国这些国会议员 或者是一些国防部的官员 甚至是智固的学者 好像很支持台湾 力挺台湾 必须要讲 这个Darkworth 这位伊利诺 Tammy Dogworth 这位伊利诺州的女参议员 她自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 就是退役的退伍的军人 也做过退伍军人部的助理部长 所以她对台湾 她已经是第三次来台湾了 所以她对台湾很关心的 就是我们到底我们的后备军人 动员的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就是等于是还有一位 我不管她的意图怎么样 但是她认为说 你们既然要备战 我要看看你们的动员情况怎么样 所以我相信她还是来追踪的 追踪这个事情 就是看我们到底 我们的态度有多严肃 对于这个议题 但是我必须要讲 像Basco 这个 鲍斯可 我们鲍斯可这位在这个 以前也是军人退役下来 然后现在在智库里头 我们台湾现在对美国 很熟悉的一个名称 就是军工复合体 就认为说他们的国防工业 跟他们的国防部 然后跟他们的国会 好像有一唱一搭 然后就天天鼓励我们买武器 然后赚钱 然后这些议员退休之后 又到国防工业去工作 当顾问等等 可是我讲真的 其实不止这三个铁三角 还有一个叫做智库 就是像Basco这种智库 因为智库拿很多国防工业 的捐助 所以他们等于没事 要唱和一下 就是提出来 比如说台湾要买什么武器 买什么武器 其实都是为了他们 自己智库的资金 这个钱 所以我不太相信这种 反而是像另外退休的 国安官员韦德宁 我觉得还比较中肯一点 就是大概你通常 我们看到在美国 对台湾的议题 国防部冲得很凶 但是国务院就会比较 说谨守一个中国政策 然后比较用外交的手段来看 外交的角度来看议题 而不是用这种非常政治 或者说为了这种军工 复合体的利益来看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 必须要弄清楚的 就是我们不要每天变成是 冤大头在买美国的武器 到底美国会不会来 我们刚才 曾经提到乌克兰都不来 那你怎么可能会台湾会来 而且乌克兰还是美国有邦交的国家 台湾是没有邦交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想这个议题 包括我们其他在美国这个时候 包括日本 包括菲律宾 韩国跟美国有双边的安全的协防条约 但是那个是美国出发生事情 他们才需要去帮忙 如果今天美国因为出兵援助台湾 美国跟大陆发生了冲突 那他们有可能会去帮忙美国 是不是会帮忙台湾不一定 但是如果今天美国都没有介入 直接介入的话 对不起我们这些周边的国家 根本没有想法也可以说这么讲 他们完全不需要介入 因为他们没有义务要介入 不像说我们讲说 像美国在911遭到攻击 那所有的北约的盟友 都需要出来帮忙捍卫 那现在看起来就是没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 不要每天很乐观的认为说 今天美国的这个亚太地区 印太战略这些盟友都会来加入 那个是他们跟美国单独的关系 那如果今天没有一个 我们讲说多边的一个 这个合作的安全的组织 条约的话 我觉得在台湾 不是这个条约的一部分的时候 我们不要去做这样的妄想 那这个是其实在台湾 我们自己当选择 赖青的你选择一个 跟中国对抗的态度的时候 你也没有搞清楚 到底这个美国 他会出兵的程度是多少 可能性有多少 他是不是愿意 这个无条件的来捍卫你 我觉得我们国安单位 事实上真的应该要 为帮赖青的这个 不太懂国防的人做一些考虑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